先猜测一下 基德要去找寻的那个 拥有烧伤标记的人会是谁 那从目前来看 这种之前有人已经说到了 黑胡子其实也被艾斯烧伤过 陆飞也被吃犬烧伤过 那还有谁有烧伤的这个痕迹呢 青智被吃犬烧伤过 萨波也是一个 萨波 圣平也是 陆飞 萨波 圣平 黑胡子 青智 这五个人 那基本上就集中在了 草猫一伙这边和黑胡子一伙这边 草猫一伙这边基本上可以排除了 基德如果要找陆飞的话 或者找盛平的话 那直接就当场找了呗 我觉得萨波其实也可以排除 因为萨波可能不在这个孩子王大女宝 这个支线上会参与太多 那这么看来好像黑胡子那边 可能性蛮大的哦 一个是黑胡子 一个青智 青智现在到底有没有加入黑胡子 其实没有明确的剧情 他们只是倾向一种合作 除此之外啊 我觉得还有两种可能 一种可能是他是一个全新的人物 它专门设计一个拥有大秘宝线索的 这么一个全新的拥有烧伤疤痕的人的话 其实也是一个选择 那由于最终的这个线索指向是大秘宝 那其实我个人还有一个人选要推荐 你们知道是谁吗 甲巴 甲巴是罗杰海贼团的航海士 罗杰一伙在有关海贼王大秘宝的道路上 从最早的旁一到之后的雷利 到之后的猫发射全栏 一个个在重要的节点上出现 那甲巴是现在最值得出现 在未来大秘宝之前的这么一个 来自海贼王罗杰的船上的这么一个人 所以从这些层面来说 甲巴的段位是跟雷利一样的 如果这个拥有烧伤疤痕的人就是甲巴 而且他拥有大秘宝的线索的话 其实也是比较可以的 反正就期待吧 甲巴真的要出场了 甲巴再不出场就快完结了 所以我个人其实也蛮希望是甲巴的 拥有大秘宝线索 并且拥有烧伤疤痕的那个神秘的男人